哈喽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大家有看到莲诗吗 今天我们在阳明山莲花雨 第160次的燕共法会 今天的主尊就是莲诗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没有来阳明山莲花雨了 然后呢 反正就是忙很多新的计划 那今天很开心 跟大家开直播 那我们先讲一下下周 明天是礼拜日 从明天开始 未来一周 哪三位能够荣登 未来一周的生肖大福星呢 我们要恭喜有鼠宝宝 有猴宝宝 还有狗宝宝 有这三个生肖呢 是下周一整周呢 运势就是最好的 所以呢 如果你家里有这几个生肖的宝宝 不要忘记哦 常常从他们的身上呢 跟他接来一些旺气 如果是自己的亲人 自己的爱人 自己的家人 可以常常跟他抱抱啊 借一下他的吉韵 那同时呢 这一些生肖的宝宝 也要学着讲几眼给别人 因为你在未来的一周 你的祝福呢 是特别的有力量的 所以呢 你祝福别人 他是会美梦成真的 可是你诅咒别人会不会成真的呢 不会 因为诸佛菩萨的愿力 都是利益众生的 他不会去做任何伤害众生的事 所以我们只要不做伤害众生的事 我们做好事 就一定可以得到菩萨的加持 所以这三个生肖的朋友 你可以怎么做呢 有没有这三个生肖的朋友 属老鼠的 哇新加坡的 鱼鱼肉 是吗 新加坡的Sindy 好 下一周呢 未来一周呢 最有力量加持别人的 最有力量给别人的祝福 就是 鼠宝宝 猴宝宝 还有狗宝宝这三个 所以除了你可以 常常给你家里的人 鼓励啊 比方说小孩子要考试啊 或者是你的朋友们 最近工作各方面不顺利 那你可以用你的力量去爱他们 去鼓励他们 给他们一句鼓励的话 往往就是 譬如说生病的人啊 你跟他说 哎呀你这是小事 你这小病一床 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情 很快就会好的 你知道生病的人 一听到这样的鼓励啊 他吃的药都是香的 他就会产生那个效果 人的好运或坏运 常常就决定在你的心事之间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人是累世的业力 我们被谁操控 为什么有些人脾气很好 有些人脾气不好 有些人运气很好 有些人育人不俗 有些人想赚钱真的是比登天还难 因为业力在牵引 那业力为什么会牵引你呢 业力不是牵引你 那是你自己的业力 比方说我 累世累劫的 身口欲的思想 受到的影响 所说的话 快乐的痛苦的 喜悦的或不堪的 或不好的 全部都会存在我们的末大事里面 而这个末大事里面的记忆呢 就会在你的大脑里面呢 分出是非黑白善恶 然后你的大脑呢 就会影响你的心 你的心呢 就会影响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就会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所以这个信念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怎样可以改变啊 我们要不失行善啊 我们要多多参加法会啊 为什么说一定要参加法会呢 你在家念经也很好 那个叫自修 那有没有功德 当然功德也很大 那你来参加法会的话 你等于就在共修 共修就是众人的功德 这一场法会 如果有一万人报名 你就是一万倍的祝福 共修跟共修的人之间的能量呢 也会同频共振 那相信我 大部分参加法会的人 运气都比较好 运气比较好嘛 不是有一句话吗 这个穷算命负败佛吗 所以会来参加法会的 基本上他身心是比较安定的 所以你想想看你来参加法会 你接触的都是这么好的人 所以你的运气当然也会越来越好 所以呢 像我今天所在的地方是阳明山莲花雨 那这个今天我们修的祖尊是连诗 那连诗跟我 就是对我的加持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首先这一个阳明山莲花雨有500平的地 那这一块地可以说就是连诗给我的 应该说不是连诗给我的 连诗给我们大家的 因为呢我曾在印度呢有发愿说 我想要有一个道场可以教大家燕贡 那燕贡的祖师爷就是连花生大士 是他第一次从这个印度到西藏 那个西藏的国王邀请他来 降妖伏魔 因为要盖寺庙都盖不起来 一直被破坏 盖起来就被破坏 盖起来又被破坏 所以呢连诗一到这个西藏呢 第一件事情呢他就找了很多好吃的 找了很多五色布很多的药材甘露丸 还有很多的珍珠玛瑙 就是佛教七宝的很多香 琥珀啦 城香啦 檀香啦 什么乳香墨药这些药香 还有一些五色布 五色布可以幻化成衣服嘛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他就开始做烟供 然后本来啊 那个西藏国王请他到印度啊 请他到西藏想说 这一个号称有神通的大师 他来呢是会展现神通 降妖伏魔给我们看 结果那一次连诗所展现的神通呢 是对慈悲的焉供 焉供就是用这个焉供来上供下布施 上供诸佛菩萨隆天护法财神 下施冤心在主父母祖先 然后呢度一切众生 用这个慈悲的心来做焉供 那我觉得我今天的一切 种种的好 种种的成就 种种的布施 也都是因为连诗的慈悲 射受我 然后我也受到他的感应 所以我一直教大家焉供 所以我跟连诗说连诗啊连诗 我在台北想要有一个山区 可以做焉供的山区 你可以成全我吗 那我心里想说 好啦连诗如果成全我 那我的责任就更大 我的压力就更大 但连诗我不成全我呢 我回来做我自己开心开运的本业 其实也是不错的 那就看连诗要不要接受我的 这个供养 接受我的发心 结果我发了这个愿回到印度 隔天就找到这一块地 然后这一块地当时因为它是农地 可是它的价格不菲 所以呢当时我在经济上 也碰到很大的困难 对了 如果你们有经济上的困难 有工作上的不顺利 有家庭事业身体生病等等的不顺利 我真的很乐意介绍连诗给大家认识 好所以呢 后来我的经济上的难关 你想想看买这块地要花多少钱 那可是上亿的 那怎么办呢 连诗帮忙 后来就很多家银行主动来找我 都是没有合作过的银行 那共同贷款了这一个 这一块土地 所以这个过程说起来真的是 连诗展现神迹 在这个地方 那也因为连诗这么的慈悲 我们从这个取到这个建筑物 然后开始办燕供到现在 今天是第160次 一个月一次 每一次的祖尊不同 那一个月一次 现在已经办到第160次 也就是我在这里办 连花与阳明山的燕供法会 已经有13年 再多几个月了 所以这证明什么呢 证明这个善业就是要不断的 这样子的一直持续的下去 所以呢有很多的朋友呢 很支持阳明山连花雨 虽然人没有到现场 但是他报名参战了 你报名呢 你就有无限的福德 这些福德呢 连诗会把你寄在功德海 有一天你需要你身体生病了 或你发生什么灾难了 这些福德就全部会献钱 福德献钱呢 往往是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你缺钱了 你缺人员了 你要做一件新的事业 怎么一直都不成功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连诗 好 所以呢当你来参战 燕供法会的时候 你已经是种下无限的福德 也种下成佛的种子 也种下和连诗结缘的 一个方便法门 但是如果你可以一生中啊 因为我知道世界各国的人 都有报名连诗 马来西亚新加坡 所以马来西亚的朋友都会说 老师你都没有照顾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参战也是很多的 后来我去看那个后台 哇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真的参战很多 后来呢我就为了要服务大家 所以我才会在马来西亚 也开一家公司 而且呢你随时可以去礼佛 都是免费的 你随时可以去都有人教你 怎么样做燕供 因为燕供呢其实是很容易 但是学一两次 你就会很会了 那我就是不厌其烦再推燕供 因为我自己呢也是从 环境不好经济困顿里面 我在经济最困顿的时候 我竟然发愿要做这样子的道场 来利益众生 可是你知道吗 我真的关关难过关关过 所有缺钱的关卡 只要像连失祈求 他真的就给你钱 而且他也不多给你 也不少给你 Just make 这一块地当时他给的钱 就是银行贷款下来的钱 就真的是我买这一块地的钱 含头其款 可是呢他没有给我装潢的钱 然后呢我那时候呢 因为这个楼有一点旧太旧了 然后当时那个很多建筑师就来实际勘查 说宇杨老师如果你要开放大众来这边 这个供修的话 你这个是围楼 这样不行 你光吸行钢就要加200万 还要整个墙的稳固 反正我这整个房子像翻新的一样 但没有拆掉没有重建 就是整个大装潢 你知道吗 他跟我姑说你这个少说要500万 我想说我所有的钱 包括我的投款 我的私房钱 我都还从银行贷款我的房子来补这个洞 我现在哪还有多余的500万 我公司也是要留一点准备金 员工的薪水不可以挪来用 对不对 我就跟廉师说廉师贷款解决了 可是你没有给我装潢的钱 我现在要怎么办 这个道场我们刚开始初期 如果你在线上 你有参加过我早期办的法会 那个是一边滴水一边参加法会 就是我弄一个水盆在上司的桌上 它是这样子的 好 我跟廉师这样祈求 隔天 我一个同学在新加坡出差 他说语杨你找我什么事 我说我没有找你 你有啊 你打电话给我 有语杨同学四个字有跳出来啊 我说我心里讲三个字不好听的 我现在不讲了 就是我打电话给别人 或人家打电话给我 如果我在国外都是乱码 以前都是乱码对不对 他说没有就是语杨同学四个字 我说我真的没有找你 我现在在忙 他说哎我同学我在新加坡出差啦 我怕我电话接不到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讲 我现在有空 我说我真的没事 他说同学你有什么困难 为什么不跟我讲呢 我们是同学你还这么的见外吗 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 我心里想说你都已经这样子大方了 我还憋在那里干嘛 我说同学我现在缺500万 隔天他立刻寄给我的会计 隔天哦 他人还在新加坡 他已经请他的会计 寄给我的会计了 你说这电话是谁打给他的 我合理的推断是连师 帮我打电话给他 这个呢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个此言不虚啊 这个就是真正的话我才敢说 所以我就有时候我不想一直讲这些 因为我太多的神迹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不能一直讲 因为佛教徒不能讲神通 可是呢就不讲 大家又不知道 哎呀这个莲花生大事的烟共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真的太厉害了 我们有客人呢是得癌症的 而且医生说哎你应该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他真的参加法会到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 就是信仰信心 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讲 你要怎样改变你的业力 你要怎样改变你的人生的命运 第一你一定要多布施多供养 尤其是人家建庙 你不要放过任何的机会 我并不是说你要捐几百万 要捐几十万 不是 一千块也很好啊 几百块也可以啊 如果你有能力多捐一点钱 我在屏东的长治盖了连丝店 疫情三年 我没有对外募款 我就凭借了自己公司员工大家的努力 我已经盖到五层楼了 那最近有一些项目就是 比较可以留功德留福报好几辈子的 我就保留了一小部分给大家来做这个功德 那这一波的活动到六月六号截止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对宇阳老师有信心 你觉得我所言不虚的话 如果你想要帮往生的亲人或者父母亲在生病 或者自己有一些病痛或者自己事业一直不顺 可以来供养一下连丝店 先跟连丝结下一个布景资源 好不好 没有现金额的 你可以跟我全省的通路 还有马来西亚的公司 还有台北的公司 可以跟大家联络 好吗 后面这一尊穿黄色袍子的 戴国王帽的 就是莲花生大事 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多分享 那这里是阳明山燕贡法会 你也可以报名护持阳明山燕贡法会 你看到后面有很多的牌子 是红色牌子 有没有看到 人都没有来 那都是大功得主 我们的法会之所以可以屹立不遥 其实就是因为很多大功得主 还有问来的 还有马来西亚 还有新加坡的 当然台湾的是最大宗的 那大家互持 所以我们可以办法会办160场 这里已经办160场了 长治连丝店从还没有盖 开始搭帐篷就搭了33个月 接下来我自己就供养了一个小的佛堂 铁皮屋啦 但是至少有冷气啊 大家就不用在帐篷下那么热 屏东天气很热大家知道的 然后呢 我都常常觉得 关关难过关关过 就是根本我就没有这么多钱 我哪来这么多钱 说我有一笔一亿元来盖这个庙吗 我完全没有 我的钱都是银行给我的 银行的钱都是连是叫他们给我的 银行都是主动来找我 我没有去找过银行 银行都主动来找我 都知道好像有一个愿力在执行 好所以呢 请大家一定要相信 真的佛法无边 那你如何改变你的业力 当然第一个 你一定要多布施 尤其人家盖庙 真的不要吝啬 不要小气 第二个 你一定要多多的修行 什么叫修行 我的身口意是不是正派的 我是不是讲一些 一天到晚都讲一些骂人家 诅咒别人的话 这个一定不可以再继续了 因为这个会一直在你的阿赖耶士里面 会阻碍你尽才的机会 所以我们只能说好话去改变 然后我们遇到有贪嗔痴慢疑 要怎么去冷静的看待这一些事情 那参加法会是最好最好最好的 共修法门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念啊 你也不知道怎样才是对的啊 你就只要来到阳明山莲花语 或者我们办大仗经法会 或者我们长治莲师 莲师店的烟贡 或者我们桃园莲花语的财库法会 或者我们莲花语每次办的莲师会贡 你就来参赞啊 你就最好人能来 那你住在很远的地方 不能来当然没关系 但一生至少要有一次 你知道阳明山莲花语的磁场有多强吗 这里起码有十位法王来这里加持过 那个转经轮 那个法王都已经赚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多少仁波切 上百位仁波切在这里主法过 我们都已经修了160次了 就证实有160位仁波切 在这里修过法 你还不相信我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所以这个是我的发愿 那我的前半辈子就是开心开运 用命理用生活哲学去鼓励所有的人 就跳脱你的业力 跳脱你的痛苦 那后来我接触佛法 发现佛法好像更快 更迅速 求财更快 很多人说老师学佛不是不要求财吗 错 诸佛菩萨是慈悲的 你求什么都可以 你只要不要害人 他都帮助你 你如果说我要那个人死 那个人我要诅咒他 那个人曾经害我 让他不得好死 这个他不会成真 因为诸佛菩萨的愿力 是愿众生欢喜 所以你要求钱 你有钱你才会欢喜 佛怎么会不给你 诸佛菩萨龙天护法都是站在你旁边的 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从今天开始好好的发现 然后如果没有做阉供的 来问宇洋老师你怎么做阉供 宇洋老师全省有门市 台南台中高雄台北都有阉供 然后全省有三个道场 台北桃园跟屏东长治 我一身赚来的钱都已经奉献在这里了 所以呢 欢迎大家呢 免费来利用 免费来使用 如果你有很好的上师 他给你很好的烟共粉 你就不用来跟我这里请了 你可以跟你的上师请 如果你上师讲的比较有意义 你就直接听上师的就好了 那如果你没有上师 你也不知道要 到底是要听谁 你又对我相信的话 那你就听我的 去用我家的烟共粉 那烟共粉你不会用的话 我有做还香 也有拜拜香 也有卧香 什么香我都做 因为要利益众生 所以不管什么膜 我都花大钱给它开下去 而且成分呢 甘露丸 这个五药 五色布 所有一切如理如法的东西 我都放在我的烟共粉 所以哪怕你只是点一个 龙族甘露香 小小的两小时 一小时多就点完了 他也具足了所有一切佛 加持的身口意 好 所以呢 刚刚讲了 怎么样跳脱业力 第一个 多做好事 多说好话 多布施 盖庙 老人愿也很好 你要布施给小朋友 弱势 都是很好的事情 第二个 要开始自修 自己修 戒除贪嗔痴慢疑 然后呢 尽量参加共修 参加法会 就是共修 因为参加法会 有多少人报名 你就有几倍的功德 大藏经法会 即将在六月中旬左右 跟大家开放报名 因为每一年呢 都有人在最后说 老师你都没有提早奖 好 我今年决定 不从七月一号开始 我从六月就开始 就是太多人 尤其我现在直播 有些人有时差 他可能看回放 所以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想要护持长治连诗店的 想要开始护持 雅明山连花雨的 你不能来现场 宇阳老师替你做 宇阳老师不在 我们有理事长 我们有这么多 共修的佛友 会帮大家一起 大家都是善念的循环 好吗 所以未来的人生 我要利益更多的众生 所以我自己开始创作佛曲 我自己写词 我自己写曲 真的自己写 不是AI哦 不是AI哦 就是我自己写的 然后呢 我已经完成第一张唱片的录音工作了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金曲奖 实作金曲奖的大师 钟新明 宇阳老师现在正在帮我做 后续编曲的工作 所以呢 预计今年可以发行 这个 我的第一张 背马殃金的同名专辑 所以我的唱腔 经过两年的密集训练 所以你会发现 最近为什么大家 我比较少跟大家开直播 没有办法很固定的时间 因为我经常在闭关修炼 那我做着这一切 也是想利益更多终身 你想想看 那个欧美也有很多人 他们想跟我一样 得到我的能量 得到我的祝福 但是呢 他们没有办法远道而来 今天就有一个瑞士的朋友 来参加法会 但是这也是 这是为乎其微的机会 那所以为了利益众生 我想把很多正能量呢 做成佛曲 然后用这个佛曲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当你在家里 做烟共的点个香 然后听听老师的佛曲 我相信你也可以 非常好的去 做一个自修 做一个自修 那也是跳脱业力 打造美好人生的开始 未成佛道先劫人缘 我现在在广结善缘 好黄莉莉 黄莉莉好 好多人跟我打招呼 不好意思我刚刚太认真的 拱丽玉高雄的丽玉 然后林妙莹 云林的妙莹 我是云林人 温迪 温迪丽 新加坡 马宝宝 李东美 求联师加持 联师是最大的财神 不管你是拜财宝天王 财源天母 或者是拜黄财神 白财神 绿财神 红财神 黑财神 最大的领导 他们最大的领导 就是莲花生大士 所以联师是最大最大的财神 你看他身上就是披黄色的袍子 好那最后我们 因为已经我要来带他们供修 我要带大家来做这个静坐 所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联师 好 祝求联师 垂帘 怜悯 加持 献上所有的朋友 和有他们的家亲眷属 他们关心的人 爱的人 还有所有想和联师结缘的人 请联师看着他们 他们的留言都在上面 这是温迪丽 李东美 这么多 徐如意 黄润学 王秀民 好多人留言 黄桂兰 好 联师呢 请看他们留的名字在上面 给他们无限的加持 给他们财富丰隆 让他们早日脱离痛苦 福会双修 一切所求 一切所求 吉祥圆满 欧迪丰隆 请把这一个影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都能够知道 联师的神通 联师的慈悲 联师 广大无边的法力 来和联师结缘 联师加持大家 谢谢大家 祝大家吉祥如意 请不吝点赞